鈴薛 雅清 你跟我说实话 小婉到底在哪儿 怎么了 她在皇府 是吗 对吗 你怎么知道 为什么要骗我 雅清 你听我说 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你每天要带孩子 绣装的活也忙不完 我不希望这些小事 来影响你 黄喜善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是不知道 在你看来 这真的是小事吗 雅清 对不起 我这么做是想保护你 因为我太爱你了 少爷 少奶奶 少爷 少奶奶 快看看 这是小碗的信 对了 去叫糖葫芦来 好 我这儿就去 杨总管 你在皇府 看见小碗了是吗 是 我特意去看到她 是她跟你说 要亲手把这封信交给我 对吗 是她亲口说的 好 我知道了 我要去趟皇府 去哪儿BER 请去哪儿 这样习惯一些 小梅 我今天到皇府来 是想看看小婉 小婉啊 她 怎么样 她在皇府一切都好吗 好好 挺好的 王婆 把小婉带来见童夫人 是 我是说她一个下人 怎么能耽误您的时间呢 在我心里 可从来都没有把她当做过下人 包括我自己 还有从前的你 雅清姐的嘴巴还是这么厉害 少奶奶 小婉 你过得还好吗 我挺好的 雅清姐 好不容易来一趟 在这儿吃了饭再走吧 我已经吩咐厨房准备了 等一会儿咱们姐妹几个 也好好喝一杯 在这儿平常都做些什么 没什么 也就是陪少奶奶说说话 有时候做些绣活之类的 吃的用的还都习惯吗 少奶奶 少奶奶带小婉 就像亲姐妹一样 我看到你写的那封信了 心里总觉得放心不下 小婉 在皇家要是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 要跟我说 小婉哪 咱们雅清姐这是放心不下你 担心你在皇家过得不好 这你到底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趁雅清姐在 你可得好好说说 千万别漏了什么 我很好 少奶奶 我真的很开心 那封信 是你自己写的吗 小婉不会写那么多字 是她口述 我请人帮她写的 不过手印可是她自己的 是吗 是 既然一切都好 我也就放心了 小婉 记着 在皇府要是有什么不顺的地方 或者有需要的地方 找人捎信给我 那行了 我就先告辞了 雅清姐 等一会儿再走嘛 我都已经吩咐厨房准备了 出来时间久了 小玲珑会找我的 下次 记得带着小婉到府上 咱们再聚 那好吧 我送送你 走 小婉 咱们一起送送雅清姐 不必了 都是自家姐妹 无需客气 那就不送了 我ements 给我 拼着 你 照顾 我要翻遍了 少奶奶救我 别动 少奶奶救我 你看 都是死人吗 还不给我拉起来 谁都不许动 你到底是受到多少委屈 小梅 这都是你做的吗 我 有本事 你今天也这么对我 我 雅芊姐 我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雅芊姐 杨开太这么急着 把你送到皇府来 你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告诉我 我替你做出 因为有一天早上 我不小心看见杨开太 喝 喝什么 和李念珍 你说什么 我不小心看见杨开太 和李念珍的苟且之事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把这件事说出来 但是杨开太她做贼心血 心里有鬼 所以在童府的时候 就对我非打极骂 她明明就知道 王府是一个魔窟 可专门要把我送到这里来 王府 我在这里 杨开太做的这些事情 你都知道吗 我不知道 杨总管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总管 他让我做什么 我都要听她的 小美 你我 都是统府出身 我求你 看在昔日姐妹的情分上 好好照顾小婉 好吗 我知道了 小婉 你再等一下 我这就回童府 让少伟接你回去 夫人 夫人 小婉 少奶奶 李小姐在吗 在为老夫人喝雪梨汤呢 雪梨汤 是啊 老夫人现在啊 都离不开李小姐了 说她熬的汤 就是跟别人的不一样 喝起来呀 心都是暖的 奇怪 我以前喝汤喝半碗 就不喝了 这几天你熬的汤啊 我不知不觉 就喝掉一碗 那太好了 妈 我明天接着给你煮 桂园五人汤 补中气的 只要你做的 我都喜欢 来 雅清啊 妈 雅清 过来坐啊 找她有事 没什么事 就是过来看看你 我很好 念真天天来陪我 我都觉得这精神 越来越旺了 你就不要担心了 专心照顾好小玲珑 绣庄那边的事 也够你忙的 是 雅清 你是不是找我有事啊 妈 我不放心你 所以过来看一看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嗯 少尉如果回来晚 就让他别过来了 妈 您再喝点 杨总管 干吗呀 这么慌慌张张的 这可不是一个少奶奶的姿态啊 坐 杨总管 糟了 陆亚青 陆亚青来了 我知道啊 小婉 小婉她什么都说了 什么都说了 那又怎么样 那 那 那咱们之前 我 我以后怎么办哪 小婉 你是要自己把自己吓死吗 事情出了 想办法怎么解决就是了 喝茶 我 杨总管 你别再让我做什么了 就这样 我已经都快吓死了 我可什么都做不了了 做不了 做不了了 想好了 想好了 做不做随你 但是话我可得说了 你要是做呢 你这个少奶奶的位置 我就让你做碗当了 你要是不做呢 那你就做回之前的小媒 说不定啊 还要做成今天的小碗 皇夫人 皇夫人 我那儿挺忙的 你慢慢想 想好了随时告诉我 杨总管 要怎么做 您说吧 同学们 现在的中国 已经处在水深火热的地步了 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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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 发挥知识的力量 来唤醒更多麻木的群众 对 对 对 唤醒他们 唤醒他们 杨总 唤醒 唤醒他们 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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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抱怨 对 唤醒他们 对 唤醒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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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这样吧 大家都过来一下 贴出去啊 好 走 把这些传单全部都贴出去 动作要快 知道了吗 给 好 好 这些 我去吧 这些我去吧 放心吧 行 一定要快啊 知道了 您再给我一份吧 放心吧 放心吧 那些给我吧 干嘛去 巴黎和会 是战争会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 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 协约国居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化给了日本 这太过分了 这不仅是中国外交上的巨大耻辱 这更是丧权辱国 简直是出卖国家权益 耻辱 协约国 这跟咱有什么关系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别打扰我 别激动 别激动 这 这个交给政府 交给政府去管不就完了吗 你作为一个女孩 你能上学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说你还管政府的事 你就别管了 现在的国际形势已经是人围刀组我围鱼肉了 我们要是再不采取行动 中国真的要被其他国家瓜分了 不是 你听我说啊 这个政府 它都已经腐朽成这样了 那该罚款的罚款该怎么办怎么办 那袁世凯就是一个盛贤的明君啊 你到底说什么呢 你能不能有点自尊心 你是一个男人 怎么能说出这么低贱的话 你快站住 怎么我就低贱了 不是 你说谁呢 我怎么就低贱了 我林泰行得正 走得直 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我说错了吗 中国就是因为有太多你这样的人 所以最近才会变得这么窝囊 你让不让 不让 让不让开 不让 你干嘛呀 放开 来人 来人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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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 怎么了 来人 不放 你这 三连 干什么 干嘛呢 我 我跟他聊会儿呢 聊 把他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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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没事吧 走 没事 田田 走 走 田田 走 别喊了 走 走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我刚想跟你说呀 你要问我的那个事 他就在皇府 他怎么样 来 坐 什么怎么样 我是说 他在皇府过得怎么样 好不好 这我可没问 一个下人 至于这么关心吗 我以前也是个下人 雅清 对不起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是对你所有认识的人 都这么关心的话 那除非你是官是殷菩萨 不然的话 你这个心哪 不累死 也得操碎喽 华姨 我明白 您说的是 外政主权 外政主权 内处国贼 内处国贼 内处不平等条约 内处不平等条约 一雪国耻 一雪国耻 外政主权 外政主权 内处国贼 内处国贼 外国不平等条约 外国不平等条约 过去 耍流氓是吧 谭田是谁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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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女的 你怎么了你 我再问你一遍啊 我问你 谭田是谁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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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 他是女的 谁女的 女孩 女的孩 我问你谭田是谁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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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你不认识啊 对呀 我 我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就来了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就来了 你不知道 滚 你 求求求你们 放 放了我吧 放了我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 拿着你的东西 滚 滚吧 好 滚 滚 我告诉你 以后再敢来我们书院 我还这样对你 走吧 滚 你过来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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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李 你大爷 你来呀 干啥 别跑了 别跑 别跑 我 回来了 你大白天的蒙着头干吗呢 强盗助人队 所有人都欺负我 谁敢欺负你呀 你们同家 还有那个谭天 谭天怎么能欺负你呢 你是不是又去烦他了 我什么时候烦他去了 我找他去道歉去了 还不是因为那上资的彩礼的事 他就找了几个男同学 把我拉到男厕所给我打成这样 太狠毒了 你因为同家去道歉 谭天打了你 你不相信我 眼睛的伤你不信 我跟你说 他就是 就是看得我对得太好了 他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但看不起我那小老百姓 不可能的呀 还不可能啊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世道变了 人心隔动皮坏着呢 我从今天开始 我就跟他一刀两断 老死不想往来 再也不理得了 照不要脸的 这就没有这样 我一直在他 你不想往来 我跟他一刀 我便不想往来 你不想往来